八百九十三集 林宇鸣鸣不平 行了行了 你小声一点 林宇急忙把玫瑰拽着坐下 好在这个点太晚了 店里没什么客人 急忙解释道 不是所有的领导都想让我走 也许只有那一位而已 而且当时情况 比较特殊 那也不行 玫瑰挺着一起一伏的胸膛气呼呼的说道 只有你吵他们的份儿 没他们吵你的份儿 说着玫瑰面色突然一变 先前的愤怒一扫而光 凑到林宇跟前 吐气如蓝地笑着说道 哎 何先生 你也看到你付出了这么久的狗屁不满 是怎么对你的 所以这里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要不你跟我一起走吧 我们离开这里 放下一切流浪天涯 岂不快哉 从小在千渡山跟着她那个大魔头师父长大的她 一直都有一个女侠梦 一直都想仗剑走天涯 不过她说出这番话似乎又意识到了什么 自己是无牵无挂了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但是这林宇不一样啊 人家有父母有爱人是不由己的 林宇没有着急拒绝她 而是眼神灼灼地望着她说道 那小智的仇呢 你能放下吗 林宇知道自从小智死了之后 玫瑰所活着的唯一意义 就是替小智报仇了 这次玫瑰愿意分享线索 其实就是想借助君情处的力量除掉她师父和灵霄 替她自己的弟弟报仇 玫瑰听到林宇这话心中猛地颤动不已 一双眼睛中浮起了一丝雾气 似乎又想起了自己弟弟惨死的情形 深丑大恨岂能说放就放 不过她看着眼前的林宇清秀的面容 眼中又陡然间生出了一丝温柔 泪水更渗了 她轻声说道 只要你能带我走 我就能 逝去的人已然逝去 活着的人终究还要怀揣着谨慎的温暖活下去 如果林宇愿意成为她谨慎的温暖的话 只不过她知道 林宇绝对不可能放下自己的家人和爱人 就如同她也绝对不可能放下弟弟的深丑大恨一样 所以这一切不过都是虚妄罢了 既然是虚妄 又有什么不能答应的呢 林宇望着她深情的眼神 心头也大微触动 或许吧 有一天 终有一天 我会陪你浪迹天涯的 等到手头所有的事情都结束了 她带着江炎叶青梅 陪着玫瑰一起出游游山玩水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只不过那可能是一件很久很久之后才会发生的事吧 玫瑰望了林宇闪闪发亮的眼睛片刻 随后展颜一笑 好 那我等着 林宇郑重地点头 见时间不早 这才接着说话 你还没有说呢 要是给我条件的话 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 不过 我刚才也说了 我已经不是军情处的人了 要是涉及到军情处的话 那 我可能无能为力 既然玫瑰不要钱 那就说明玫瑰也同样是有事需要林宇帮她去做 不需要军情处 只需要你就够了 玫瑰冲林宇笑道 我要你帮我偷个东西 好 林宇没有丝毫质疑 点头笑着答应下来 玫瑰微微一争 见林宇答应得如此痛快 不由有一些惊讶 她再次问道 你听清楚了吗 我说的是 要帮我偷个东西 玫瑰怕林宇没有听清楚 再次强调一遍 要知道 像林宇这种遵纪手法 又刚正不阿的无好青年 听到偷这个字眼 第一反应应该是拒绝的 是怎么还答应得那么痛快呢 我知道 林宇笑着点头 再次肯定地说道 去哪偷 你说吧 玫瑰张了张嘴巴 随后 两只好看的眼睛 笑弯成了月眼 歪头 冲林宇说道 你就不问我要去偷什么 也不问 有没有危险 你就不怕 为此惹上什么强大的敌人 林宇淡然一笑 笑意中不由流露出一丝宠溺 冲玫瑰俏皮地眨眨眼睛 为了玫瑰小姐 哪怕是与全世界为敌 何某 也在所不惜 玫瑰听到林宇这话 眼中不由的光亮闪动 微微一睁 心跳也快了几分 随后笑着说道 何先生 你的嘴真甜 怪不得这么讨女孩子喜欢呢 我说的是真的 林宇冲她淡淡一笑 接着插开话题问 说吧 我们去哪偷东西呢 嘘 小点声 玫瑰用纤细的手指 在林宇嘴唇上一压 冲林宇咯咯一笑 呵呵 何先生 你还真是一点做嘴的经验 都没有啊 我们去偷东西 能公命正大地说出来吗 说着 玫瑰指了指停车场外边 笑着说道 呵呵 我们耐心等等 会有人带我们去的 林宇微微一睁 随着玫瑰指的方向 透过玻璃窗 往停车场看去 只见她和玫瑰聊天的功夫 整个停车场人 已经走得差不多了 方才还停满的豪车 一个诺大的停车场 此时就剩下了十几辆 而方才 他们走出来教堂里面的灯光 也全部都熄灭掉 没有丝毫的动静 林宇有些狐疑地望了玫瑰一眼 玫瑰没说话 用手指指着外面 示意林宇保持耐心继续看 此时非常的安静 一个人影都没有 而且也已经是快凌晨一点了 林宇的心头疑惑呀 她不知道这个点还能等到什么 不过见玫瑰是一脸兴致勃勃的神色 也没有多问什么 跟着玫瑰耐心地继续等下去 等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教堂那边突然闪出了一个身影 自下看了一眼 接着突然回身 冲教堂用力地照着手 因为光线太暗的缘故 林宇并没有看清楚 那个人的面容 只能依稀地看清 她的举止 那个身影 招完手之后 便转头 朝停车场走去了 而此时 又有几个黑影 从教堂里走出来 其中一个人 怀中好像还抱着个什么东西 几个人有些戒备地私下扫了一眼 接着迅速地朝着停车场快步走去了 出来了 玫瑰燕然一笑说道 我要偷的东西就在他们的手里 走 说着 玫瑰伸手拉了林宇一下 做事要往外走 稍等一下 我整理一下装备 这个时候 后面突然传来了一个低沉的声音 林宇闻言心头一震 条件反射性地猛地转过头来 只见收银台那边站着一个身着制服的年轻男子 正低着头收拾着一个厚重的背包 似乎感觉到林宇在看她 她也抬头望了她一眼 在目光与林宇交接的刹那 眼中猛地迸发出了一股莫大的敌意 林宇不由一争 不知这男子望着自己的眼神为何带有如此大的敌意 不过林宇随后眉头一蹴 仔细打亮男子一眼 惊声说道 是你 本集结束了 拜拜